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费斯汀格法则是这样说的 生活中的10%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 而另外的90%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 生活中的不如意并不仅仅是由事物本身决定的 更多取决于你由此产生的情绪 人生大多数的痛苦往往都是自己和自己较劲的结果 当错误的认知主导的情绪就会产生不良的感受 从而让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你不快乐皆影响的太多 放过自己才是对人生最大的成全 一 停止处处争高下的比较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一早到公司收到财务发的500块钱奖金 一整个上午的心情都阳光灿烂 可中午吃饭的时候 听说别人的奖金都是1000元 顿时心生怨气 为什么别人得到了1000而我只有500 于是越想越生气 回到家晚饭都没吃 夜里还失眠了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大多数憋屈的源头都是因为比较 比较会让人心怀极度 愤恨不平 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阿军与阿强是大学同学 毕业之后 两人都去了广东工作 虽不在一个公司 日常来往却很是频繁 工作三年后 两人手头都有了点资本 决定联手创立一个服装品牌 阿强当董事长 阿军则是总经理 两个人埋头苦干 公司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可时间久了 阿军总是暗暗与阿强较紧 看到他换车 自己也立马买辆新的 看到他换了大房子 自己也不甘示弱 两人共事多年之后 阿军总觉得自己付出的并不比阿强少 不甘在他之下做个总经理 他越想越不平衡 居然一连几天失眠 后来他选择了辞职 另立门户自己担任董事长 他和阿强拥有了一样的地位 感觉心中内口气终于出了 可没多久 阿军便意识到 自己一个人撑起一家公司太难了 繁重的事物常常令得手忙脚乱 几年下来 阿军投入的钱都打了水漂 到头来一事无成 有人说 生活的泪 一半源于生存 一半源于攀比 人很多的痛苦 都是跟别人比来比去的结果 没有人能在每一次的比较中 始终胜出 幸福没有绝对的答案 总盯着别人的生活 就看不到自己的幸福 你眼中他人的快乐 也并非生活的全部 日子是自己的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活法 没有必要做无所谓的比较 珍惜自己当下拥有的一切就好 二 放下事事便对错的应该 生活中 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人 他总是看什么都不顺眼 觉得别人处处与自己作对 口头禅总是 父母应该这样 孩子应该这样 领导应该这样 若事与愿违 便觉得是周围的人都和自己对着干 于是心生不满 充满委屈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子 当用自己的尺子 丈量别人的生活时 不仅会让他人难受 更会让自己憋屈 网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视频 记者采访于华 问他怎么看待盗版问题 于华老师表示 自己从不和盗版抗争 他认为 不要简单的从知识产权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事情 要看到盗版背后的问题 是由一群贫困的消费群体 他们对知识也充满了渴望 也想读书 面对盗版 于华老师总能从另一个角度 去看待问题 人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 不符合自己内在标准的 就是不应该的 就像于华老师在另一个节目中说的 这个社会中所有的弊病 大家都有一份 永远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总认为 这个社会的种种问题是 你们造成的 不是我 而我是来监督你们的 我是来批评你们的 其实在这个什么都错了的世界 我们就像一辆在高速路上逆行的车 自己却觉得 其他车才是逆行 心中忍不住生气拧巴 很多时候 这个世界上的失误 并不是非黑即白 也不是所有问题都非对即错 放下事事变对错的应该 就是放过自己 修炼一颗平和强大的内心 学着尊重差异 试着用开放的眼光去看待不同的观点和思想 或许更易收获安心 三 远离天天换得换失的计较 文语中有一句话 其未得之也 患得之 既得之 患失之 苟患失之 无所不知已 总担心得不到 得到了又害怕失去 长此以往 将已史无成 一直以来 人们 人们总是患得患失 热衷于计较 最后失去了生活的宁静 得不偿失 著名中医博士罗大伦老师 在一本书中 讲过自己的故事 他说 年轻时的自己 总是自私 贪婪 计较得失 看到什么秘方 会把将他藏到枕头底下 别人找他开放 要先把钱给他 然后自己 再把中药 抓来磨成坟给对方 好让人看不出来 具体开的是什么方子 他还会把十几块钱的 乌鸡白凤丸买回来 拆掉盒子 重新包装 在高价卖出 他回忆当时的自己 心中充满了自私和怨恨 一步步迷失在欲望之中 事业上更是处处碰壁 直到三十七岁 还一事无成 后来 他多了很多经典 慢慢改变了认知 于是 他试着放下 从此性格变得平和 坦然了很多 事业上也随之 更上一层楼 很多时候 人们之所以不快乐 不成功 是因为活得不单纯 总是患得患失 斤斤计较 林清玄说过 长思一二 不思八九 人生不如意 是有八九 不要太贪心 珍惜眼前的幸福 才能拥有 才能拥有快乐的人生 暂时没有能力买车 不要着急 公交和地铁上有更多 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没有时间去外地旅游 不要烦躁 周围的公园田野 也一样呼吸到新鲜空气 这次单位的升迁 无望 不要恼怒 正好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好好地陪伴家人 路遥说 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合理的 美好的 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 存在或实现 每个人都幻想过 美好的生活 但要记住 美好生活的前提 是一颗平和的心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不是短跑冲刺 不要太计较 一时的得失和好坏 也不要过度纠结 于当下的错误和挫败 看看一些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 尽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 问心无愧就好 其他的顺其自然 很喜欢这句话 真正的强大 不是原谅别人 而是放过自己 不争高下 不比较 不辩对错 不较真 不患得失 不焦虑 当感到烦躁 压抑或憋屈的时候 请试着换一个角度 去看世界 不要拘泥于眼前和脚下 而是要学会仰望星空 视角变宽 格局变大 才不会对生活中的小事耿耿于怀 拥有更自由的人生 余生 愿你我都能放过自己 行走于青山绿水间 且听风吟 快乐迎新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 分享 及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收听最后的视频 终于公园 请不吝啬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